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两哥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刚刚结束没多久的东京常委会 女子200米T36级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石一婷 石一婷1997年出生于湖南社 石一婷在小时候因为炎柱缺氧导致脑胆 这也让石一婷的左手脊弱萎缩 属于四级肢底残疾 当然是一直非常努力和刻骨的石一婷 并不趋于命运 石一婷希望通过她的不懈努力 可以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也正式短跑 让石一婷重新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石一婷重获的里约常委会 女子200米T36级金牌等等 现在的石一婷年龄才只有23岁 今天石一婷处在第六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石一婷的最大机会绿手 就是处在第七跑道 来自澳大利亚的丹尼奥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由于左手肌肉萎缩的缘故 这一辆石一婷只能采用 单手单膝下跪起跑 并且也没有办法使用起跑器 在导致前 石一婷各自直接采用战力式起跑方式 而相比丹尼奥的双脚加起跑器 起跑就会逊色很多 比赛开始后 石一婷起跑一般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丹尼奥起跑反应 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 处在第一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 直进石一婷 横贯就开始展现了超强个人能力 一向子就逆爪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丹尼奥也在奋力直追 当比赛将最后100米 转位直到较量的时候 石一婷遥遥遥领先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丹尼奥落后4米远处在第二的位置 这个时候直进石一婷 开始展现了超强 后成加速能力继续在奋力冲刺 而丹尼奥虽然也在咬牙直追 但是无奈完全不是石一婷的对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距离被他越来越大 直进石一婷率先冲过了中间 最终石一婷甩开对手8米远 以28秒21的成绩无行念夺光 而丹尼奥获得亚军 石一婷也追平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并且打破了残奥会计记录 并将残奥会计记录提升了0.39秒之多 要知道石一婷这28秒21的成绩 是在逆分0.4米每秒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可见有多么不容易 从其把不好处在落后的位置 再到后程利用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 奋力甩开对手8米远夺光 破残奥会计记录 并追平世界纪录 只能说石一婷真是好样的 也期待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体育赛斯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